歡迎各位益友全面進場 在這一節我們一起去跟進大陸方面的最新情況 有兩宗消息要和大家分享 第一宗消息 日本的蔬果產品供應商可果美宣布 基於人權的問題 他們就停止從新疆進口番茄 第二宗消息 Nike最近推出了一件T恤 T恤上面有個龜兔賽跑的徒師 有些小粉紅就認為 這件T恤是辱華 在說下去之前首先要呼籲各位有 記得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謝謝大家的支持 我們先去看看那家日本企業 抵制新疆番茄的情況 這一家企業叫做可果美 其實香港都有出售他們的產品 他們最知名的產品 就是野菜生活系列飲品 香港有不少零售店舖 都有出售 這一家叫做可果美的企業 就是日本 第一家 講到明 以人權問題 停止和新疆進行任何貿易往來的企業 這個也可以說是開創了仙河 因為之前有其他企業 他們都是油泡琵琶半遮麵的 有些是因為 棉花協會他們發了聲明 於是他們就 依附在這個決定底下 就抵制新疆棉花 但是這家企業是自主來決定的 他們的發言人就說到 已經停止了進口新疆種植的 番茄加工製品 至於 已經進口了的新疆番茄 都會在今年之內 就用完了 那名發言人還說 除了成本和質量的因素以外 人權問題 就是作出這個決定的根本原因 他就說得非常清楚 亦沒有迴避 當然 為何這家企業 可果美 是能夠這麼大聲點出新疆有人權問題 正正就是因為 這家企業 完全不需要卸大陸 大陸根本就不是他們的主要市場 根據這家企業的數據顯示 在大陸所銷售的份額 就只是佔了整體銷售的0.4% 就算 大陸那些人完全抵制這家可果美所出產的 蔬果生活飲品 基本上每100元 他們就是賣少了4毫 所以當然就是能夠大聲點 另外來講 這家企業以往 他們宣稱 就有派員去到 新疆的廠房 和農田視察 以確認 所採用的番茄 並非在違反人權的環境之下 所生產 但是 這就是以往的情況 現在既然他們說停止 從新疆進口番茄加工製品 那就是可能 根本上這一招已經不管用了 他們不能再派員去視察得到的情況 有機會就是這樣 所以他們就停用了新疆番茄 至於 不用新疆番茄 對於可果美來說 它本身的影響又有多大 在以往 新疆番茄 就佔了他們整體的需求 百分之一 完全可以用其他國家所生產的番茄取代 不會影響到生產的情況 這件事就反映到 現在似乎開始 出現了一個趨勢 凡是主要市場不是大陸的企業 如果他們是有採用到 來自新疆的原材料 就逐漸跟新疆割蓄 這些企業可能就是考慮到 不想被新疆的人權議題 顛污了自己的品牌 以免遭受海外消費者的抵制 所以就把心一橫決定 不再使用新疆的原材料 反正 棄用新疆產品 對於這些企業的影響 可以說是很微的 一來他們的主要銷售市場 又不在大陸 就算那些小粉紅說要抵制 喊得多大聲都好 都只能夠 是流於 在網絡上進行漫話 因為他們 根本上對於這個產品的銷售 是沒有什麼貢獻 100元就是佔4毫 另一件事就是 根本上他們能夠找到一個 替代市場來做供應 所以就比較輕易 能夠擺脫得到新疆的產品 好了 至於大陸方面 其實 他們所生產的番茄 佔了全球供應量的大約35% 而新疆地區 由於夏天 陽光充足 昼夜溫差又大 所以氣候就好適宜 種植番茄 這次就糟糕了 被日本這一家叫做可果美的企業 打響了番茄的第一槍 到底 其他的企業又會不會跟隨呢 這個就值得大家去留意 新疆除了盛產棉花和番茄以外 還有一樣的 原材料也是盛產的 就叫做多精植 大陸就不是叫做植 它就譯作龜 反正那隻就是一種金屬 英文叫做silicon 這隻多精植是有什麼價勢堂呢 它就是用於生產太陽能的電磁板的重要原材料來的 好了 這隻其實就佔了全球產能的50%以上 所以新疆的多精植 可以說是主宰了全球太陽能產業的命脈 最近華爾街日報就有一篇報導登了出來 說歐美有可能是 對於這個新疆的多精植 是進行抵制 就不再來到進口 剩下一半的產能 是在哪裏出產的呢 大約有三成就是在中國境內的其他地區 有兩成就是在海外的 大家就會看到產能分佈 原來有八成是由大陸出產的 所以西方社會經常說要搞這個結淨能源 要推動太陽能 受惠的除了是地球之外 中國也分了一大杯羹 現在歐美就說打算要制裁它 當然啦 究竟會不會拍板真的做呢 暫時未知有這個消息開始醞釀着 如果真是推行起來的時候 哪一個會最受惠呢 又是台灣 因為台灣其實以往就有不少的廠房 都有生產太陽能多精植 為什麼台灣會生產這個東西呢 就是因為 它的製程 就跟半導體裡面的晶圓 是差不多的 因為晶圓其實都是用植來製作出來的 只不過 製作太陽能多精植的純度就不需要那麼高 所以 以往台灣都有生產的 如果 歐美真是抵制 新疆多精植的時候 最能夠受惠的 應該是台灣的 企業 不過現在只不過是一個消息 未曾作實 接下來我們就看看第二宗消息 就是關於 Nike 在大陸最近推出了一件新款的T恤 T恤上面有隻兔子 這個就是以龜兔賽跑為主題的T恤 這件衣服其實沒什麼特別的 就是在一個Nike最經典的T恤的Logo上面 有隻兔子在睡覺 下面就寫了一句英文 就是Don't lose by a hair 就是說不要輸給那隻兔子 當然下一看就會令人聯想到 伊索如然的龜兔賽跑的故事 才是正路的 正常人就是這樣想的 但是小粉紅又怎麼想呢 他們就說不是啊 不是這樣 那隻兔子 就是在反映中國 他們的想法是怎樣的 他們就說 你出這件T恤 擺明就是 就著上個月所發生的新疆棉風波做的回應 為什麼呢 因為T恤上面那隻兔子 是在影射中國 中國 有一套知名的網絡漫畫卡通 就叫做 哪年哪套哪些事 在這一套卡通裡面 兔子就是代表中國 而作者也會用兔子來借指中國 隨著這部作品在大陸 大受歡迎 使得兔子代表中國這個說法就走向大眾 而恰巧的Nike這件T恤上面那隻又是兔 令人聯想到你不要輸給這隻兔 是不是代表著不想輸給中國呢 所以小粉紅就說 這件衣服的挑釁意味是 相當濃厚的 而且在Nike的官方網站上面 穿著這件T恤的毛特兒 又是呈願出的東方面孔 懷疑就是中國人 所以使得很多網友感到震怒 就說這就是赤裸裸的嘲諷 簡直嘔心 我們是不會買的 一直不斷罵 罵到Nike就把這件T恤 從官方網站下架 其實整件事都很不可理喻 因為中國人 一直都是自稱為龍的傳人 就沒聽過說 兔的傳人 如果你說 有一齣卡通裡面 所畫的那隻兔子 就是在指代中國 人家說龜兔賽跑就是 串、嘲諷、針對中國 很多東西都不能用 日後人家寫十二生肖 任何一隻公仔上去的時候 你都可以說他在拍攝中國 或者豬上去都可以說他在拍攝 所以這些簡直是沒有道理的 而且他們的聯想力也相當豐富 反正他們對於品牌不喜歡的時候 無論他做什麼都好 都會被視為挑釁行為 就算你說他出一件純白的T恤 你都可以說他是不是想趙大陸 所以那些小粉紅無非 也是找東西來說 目前中國的 國家奧運隊 他們所使用的體育服裝 以及是器具 很多 都是由Nike 贊助和供應 到目前為止 仍然 都是未轉品牌的 未曾割蓆的 由於現在奧運 日本方面 如期舉行 所以就應該轉不次了 現在都四月了 六月七月的時候 一搞奧運 你還如何適應一些新的裝備 所以呢 奧運隊就沒有轉到 沒有割蓆的 而且當中可能還牽涉到一些 合約的問題 因為人家就給了一個天價的贊助 好了 那你現在這班小粉紅 為什麼對於 奧運隊 這樣的情況 是默不作聲呢 哈 是不是怕著 尋釁滋事 所以不說 那既然是這樣的時候 就無謂針對這個品牌 是不是 啊 雙重標準的 奧運隊又可以用 好了這一節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